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御理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大家好,Della好 最近又在網上看到一段新聞 在美國恆德基州出現了一件很誇張的醫療醜聞 一位被宣佈死亡患者進行器官捐贈移植手術時 竟然在過程中,捐贈病患者復活 當下在手術台上淚流不堪 而這個醜聞發出的時候 也在網上提到很多 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出現呢? 因為很多時候 當病人進入了一些昏迷的情況之下 醫生可能判斷了他們為一個老幹死亡 在老幹死亡之下 很多時候如果有器官捐贈的自然者 當然會盡快在器官仍然新鮮的時候 採摘下來做移植 或者在一些情況之下 讓家屬知道 決定在心臟儀器或呼吸器的時候 拔喉 但是在網上也有提及到 另外一些網上有些醫生提及到 其實宣布老幹死亡 是當初哈佛大學有些一不眼的醫生 決定了出來的 其實這不是科學性的準則 究竟當病人在這些情況之下 可能是在昏迷不醒的時候 同類療法在藥典上 我們也有辦法幫助病人嗎 當然 在昏迷不醒的時候 很多人都發生過 很多人都認識一些人 某種病之後 在我自己的經驗裏 這不是很多的 很少人是昏迷不醒的人 家人都會找我們去醫院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有很好的同類療法 療劑可以幫助這些 所謂Coma、昏迷、昏迷的人 可以幫助他們 其實也很多年前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家裡的妹妹朋友 大家想去三峽 工程未開始之前 在長江三峽 去旅遊 大家安排了 去重慶 深刻從那裡開始坐船 在我們朋友圈裡面 當時有一位女士 突然中風昏迷了 她不可以參加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去 但當時我妹妹 告訴我了解了這個情況 我就用了一個療劑 叫妹妹試一下 我們走了 但我也沒有可能去醫院探望她 我妹妹帶了一個療劑給她 接著我就去三峽去玩 那位女士很快吃了療劑 幾天很快就經常回來了 我回到香港後 她再来診所 繼續跟進 其實在同學療法裡 有很多好的療劑 也有很多療劑 用來看我們所謂reparatory 有幾百種療劑 都曾經是醫治過這些 Coma 即是不省人士 即是昏迷的狀態 當然在配療劑 我也要考慮一些因素 例如它做為何會昏迷起来 可能是因為某種原因窄息 即是有些人窄息 养分不到脑,就进入昏迷状态 有些因为饮酒过多,坏了脑,慢慢走到昏迷状态 有些碰到头,就昏迷了 有些是在性行为之后,这是比较怪的,但也发生了 有些是因为饮酒过多,酒坏了脑 有些是在情绪激动之下 然后失去意识,就昏迷了 其实也有好几种尿剂,也是在这个情况下 有些是因为发羊吊吊出现 有些是因为发烧,有些是因为受惊 有些是因为愤怒,当然有些是心脏病发 有些是出血,就是中风 也有些是脑膜疑脈 当然比较多,都是中风之后昏迷不成 比较多 所以我和饮酒里面,很多时候都要视乎它的情况 比较容易遇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中风是比较多 在中风里面,我有几个饮酒 第一只就是生金车,Anika Anika有任何创伤,导致内部血管爆裂 微丝血管爆裂 所以我们通常遇到一个人中风 有你无力,第一件事就是Anika 我经常跟很多病人 相熟的病人都已经知道了 在家里已经避免了很多基本疗剂 Anika是其中一个,如果什么疗剂都没有 第一个要避免,就避免了Anika 因为很多创伤、突发性的问题 很容易用得着 所以第一个疗剂是Anika 当然,如果昏迷了一段时间 你发现它的症状 包括避寒声很大 他人昏迷的声音,避寒声很大 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鸦片 我记得我妹妹的朋友,我当时也是用这个疗剂 因为这个疗剂是比较大的疗剂 鸦片的疗剂 鸦片的影响之下,它就好像纷纷闻迷 鼻寒很大声 除了这个,那尾射毒也是可以用得着的 Beretacard,Beretacard就是碳酸背 Beretacard很多人都有血管瘤 Anulism 可能因为血管瘤爆裂 出现中风,进入昏迷 我们就会用这个疗剂 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会看到昏迷的 就是神病的疗剂很多 如果这些疗剂多 我们基本上,医神病的疗剂 其实一种比较常用得到 就是APIS,黄蜂的疗剂 肃病的人通常都是水种的 黄蜂针刺了,他们都会种起来 所以我有时候考虑这个APIS 除了APIS,还有很多其他的疗剂 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应用得到 有些人因为窒息 可能吃东西熟了 然后就昏迷了 当然有很多时候没了命 熟到不够气 但有些可能够了之后 一直都昏迷了 这种情况,我们用的疗剂就是antimonium tart 或者carbovetch 植物碳 carbovetch也是一个很好用的疗剂 如果因为喝酒的问题 这些问题搞出来 主要的疗剂也是用Nuxvormica 在美国很多昏迷的人士 都是因为用了药物的overdose 其实你刚才看过报纸网 Kentucky那个 其实他也是 原来在外国很多这些昏迷的客户 都是因为药物的overdose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疗剂 都是包括Nuxvormica 马前子 鸭片的Opium 以及Jocemium 我们经常用在流感的情况 如果你的昏迷是因为撞到头 当然第一首选 都是Anneka 然后是Nation South 就是流酸纳 Nation South 以及鸭片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如果因为情绪 激动之下突然失了知觉 然后就昏迷了 有很多疗剂 当然是铝宋果 Ignatia 是一个重要的 Coffeea Coffeea是开心果头的 因为开心果头 突然失了知觉 出现问题 如果铝宋果是悲伤的 因为悲伤的情况 亦有些是因为惊吓 惊吓 疗剂就是Econite Econite是很急切性的 有些是因为发烧引起 疗剂都是那几种 Anneka 参金车 Opium Nature Mure Nature Mure Nature Mure Beladonna 都是可以的 当然是心脏病 心脏病发 疗剂就是 Modewon Digitalis Modewon 如果是因为脑膜炎 我们都会考虑黄蜂 黄蜂和Voradrum Album APIS和Voradrum Album 所以 在同学疗化里面 疗剂都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这些问题 昏迷不醒 可以考虑 可以用疗剂 不要只在医院病床等等 因为我遇到另外一个个案 这是一位神父 是我学校的玫瑰江神父 带我去法国医院见一个 原来我已经昏迷了很多疑人 在床上 看上去没有什么症状 什么都没有 都是重疼之后 昏迷了很久 当时我好像也留了疗剂给他 但没有什么追求 因为到时 你会不会被他使用呢 不知道 但其实 我们的听众知道 同学疗化 很多不同的问题 如何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下 可以找到好的疗剂 也有机会帮助大家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希望大家的家人 未必会遇到这些情况 但在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也不要放弃 在同类疗化和同类疗剂里 有很多不可想象之中的预期效果 希望大家家中尝备了一些疗剂 不要因为医院或医生有些 遲会 令大家觉得 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当然 最好一直保持身心健康的状况之下 到后期无疾而终 就维持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我们提及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食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感谢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